嗨 大家好 我是先生阿嬤 先生阿嬤來分享一個水煮花生 很簡單 就是放紅蘿蔔還有小黃瓜 有時候到外面去吃麵 或是哪裡 它都會有這種水煮花生小菜 等於是開胃菜 吃的這個也蠻不錯 很爽口 花生去五穀雜糧店買 一斤的花生是這樣 這個沒有泡的 這個你們要用鹽泡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以後泡好了 你要拿到冷凍庫去 像這個阿嬤已經泡好了 四個小時 我就拿到冷凍庫去 動了 一斤一百克的鹽水 電鍋那個米杯十杯 你就要泡四個小時 泡好了就瀝乾 拿到冷凍庫去動 八角三個就好了 然後這個一斤這個花生給它倒下去 這是冷凍過的 冷凍過的時候 你容易煮它快熟 因為阿嬤也有快鍋 事實上有的人沒有快鍋 所以我在瓦書裡頭煮給你們看 你們有快鍋的時候 你用快鍋煮十分鐘 沒有的話 你就是要二十分之三十分 喜歡再軟一點的話 你要四十分 看你們喜歡吃到什麼脆度 像我就比較喜歡有一點脆 不喜歡太鬆軟 這個自己可以拿捏 我們在等的時候 我們先把這個小黃瓜先醃製一下 這個紅蘿蔔也要醃製一下 放一點點糖它會比較切 一樣的放一點點鹽 不要放太多 你們要看你們的東西多少 就這樣子 沒有要再洗過了 小黃瓜你們要切大塊小塊 隨便你們切大一點 它會有口感 紅蘿蔔你們要水煮燙一下也OK 沒有的話也像這樣的醃製 因為紅蘿蔔可以生生的吃 可以直接吃 像今天這裡沒有很多 鹽也不要放太多 這邊也要放一點點糖 兩個要一起醃 當然也可以了 就攪拌攪拌就好 好 那我們時間到了 水也煮得差不多了 大概三四十分鐘 三四十分鐘 那我們就給它撈起來 把火關掉 你們在煮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淹沒那個花生 現在給它撈起來 讓它涼 花生看你們喜歡的軟度 你們可以試吃看看 喜歡再軟一點 你們就多煮一點 水不夠你們再加下去 這個花生涼了 那我們現在要來拌調味料 放一點點胡椒粉 五香粉 醃製這樣有那個水 水不要倒進去 就把這個放進去就好了 小黃瓜也是 小黃瓜也是有這個湯汁 這湯汁我們也不要 你們喜歡吃辣的 你們可以放一些辣椒 攪拌攪拌 然後放一點點芝麻油下去 差不多這樣一湯匙 因為我這裡一斤 差不多這個湯匙一湯匙 芝麻油就是香油 像我這樣拌好了 你們要放這個香菜有沒有 你們也可以放香菜 這樣 沒有人也沒關係 有的人不喜歡吃香菜 這個小黃瓜 跟紅蘿蔔 剛剛有放一點糖有一點鹽 都有鹹度了 不用放 你們覺得鹹度不夠 你們現在這個時候可以放一點點鹽 那我們這一道就完成了 拌好了 水煮花生已經煮好了 放鹽水泡4個小時 泡完了以後 倒起來瀝乾放冰箱冰 冰了以後再拿來煮 你們可以用快口煮 然後水不夠 可以再加水下去煮 慢慢煮 其他的調味就是那麼簡單 這一道真的是很好吃 殘水泡也可以拿來吃 不一定說要配飯 喜歡你們喜歡 訂閱先生大早餵 拜拜 拜拜